我这把刀是不令人的 但有私以二心之后 天诛地灭 共举大事 就从这生辰刚开始 今天继续更新《水浒传》 众所周知 它是一系列在没有英雄主义框架的世界中 分支踏来而又壮业的悲剧 不愧为四大民族之一 接下来是一些声明 它们极其重要 如果你第一次观看本期的节目 可以暂停看一下 上回 杨志虽然买官不成 还被发配 却在北京大名府当上了冠军提下室 但他真的转运了吗 本期七星巨异的名场面就要来了 著名的朝盖 吴勇 公孙胜的角色也几下上线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 他们相聚在一起 又是要实施什么惊天大阴谋呢 上回说到 杨志在东京城误杀破皮纽二 因而被赐配北京大名府 不过 梁忠书倒很赏识他 还给了他一个 压运生辰纲的重要人物 划分两头 此时的山东济州运城县 新来了一位清廉的支县 名叫石文斌 大胆 他听说下属管辖的水箱 梁山坡附近 近来盗贼猖狂 小人甚多 便派两位都头 兵分两路去巡逻 其中一位是马兵独头 名叫猪头 百惠本里形容他 身长八尺四五 有一部苦虚然 长一十五寸 面如重灶 目若朗星 死观云长模样 满些人都称他做梅染公 朱童是当地的有钱人 但他尝尝仗义书彩 结交好汉 便学得了一身毫无疑 另一位独头 则是步兵独头 雷恒 书里写死人 身长七十五寸 紫糖色面皮 有一部扇圈胡须 为他履厘过人 能跳二三张阔节 满些人都称他做 叉尺虎 雷恒本是打底将领出身 后来开过 给骨子去壳的 充敏作坊 也赶过杀牛 放毒等勾当 至于书里 为何会把杀牛 与放毒相提并论 有观点认为 这是因为北宋法律 名义上禁止 私自宅杀杀羹牛 虽然一般民众 有时以后吃牛肉 但杀牛产业 在某种程度上 与放毒类似 同属黑色产业 有点像美国当年的 麦斯九 这样看来 雷恒也算是脚踏 黑白两道了 虽然百回本里说他 为人仗义 却有些小心眼 但他和猪童 都在当地颇有威望 所以众人 就推举他们 做了捉贼的独头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未来 都会成为 108好汉之一 眼下 朱童和雷恒 都在抓捕 这两山的盗贼 哎呀 抓了一天一夜 连一根盗贼的毛 也没见着 雷恒套 难道你不分法吗 雷恒奉石文斌的 命令巡逻 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正准备 大刀回府 快走吧 但来到灵关庙时 却突然注意到 店门没关 他想 这里并没有 掌管香火的庙柱 大碗上的 大门还敞开着 莫非盗贼藏在里面吗 于是 众将士举着火把 摸进了庙里 我也太多情了 难道这庙里头 会有盗贼 只见供桌上 睡条条的睡着一个大案 这人身旁 还有把刀 十分可疑 雷恒便马上 也擒住了他 走心一看 这人果然长得 奇形怪状 带回县衙交差 雷恒抓到了贼人 本应回县衙复命 但他却带着重将士 先去了东西村的 保证朝盖家 打算逃完酒吃 这个朝盖 是水果站的 一个重要角色 所以书里对他 有很详细的介绍 朝盖祖上是当地的有钱人 现在他担任着东西保证一职 相当于乡长 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托塔天王 来源很有意思 传说 与东西村一息之隔的西西村 经常闹鬼 有个僧人 便叫村民 遭了个青石保塔 正在西边 把鬼赶到对面的东西村 身为东西保证的朝盖 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他独自一人 蹚过了大西 把青石保塔夺过来 输到自己村里 从此便得了托塔天王的美称 而朝盖还是个好客之人 原著里有这样的描述 说他 平生仗义出财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 带有人来投奔他的 不论好歹 便留在庄上住 若要去世 又将银两 记住他起身 久而久之 朝保障的好名声 便传开了 雷恒与朝盖 素有交情 世主淘湾酒吃 也说得过去 不过在百回本中 雷恒却补充到 自己此次来找朝盖 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 现在深今半夜 回县衙还太早了 需要有个地方歇歇脚 更重要的是 他想给好兄弟朝盖通个气 毕竟这贼人 是在东西村被发现的 而朝盖又身为当地保证 万一官府问起 他也能早做准备 雷恒想着 吃酒总不好带着刚抓的贼人 便命人把那大汉掉在了院子里 朝盖却一直记挂着这只贼人 是何方审慎 如果是村里的人 那身为保证的朝盖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如果是路过的好汉 那说不定就又是一个朋友 喜欢广交朋友的朝盖 自然不想错过 所以他热情招待雷恒等人后 便找了个借口离席 悄悄去看了那贼人 放开我 没成想 这人竟然是自己的老朋友 赤发鬼 刘唐 值得一提的是 原著中 此时的朝盖和刘唐并不相识 但刘唐一看就很不简单 书里是这样形容刘唐外貌的 只见高高吊起那汉子在里边 露出一身黑肉 下面抓扎起来两条黑须须毛腿 赤着一双脚 朝盖把灯照男人脸时 紫黑阔脸 并边一搭朱砂剂 上面生一处黑黄毛 其实 刘唐是九魂朝盖 一波云天的好名声 所以赚成与他来分享一条 发财的路子 供我富贵 不料 还未见面 就被官兵当成贼 抓了起来 朝盖虽然不认识他 但出于仗义也不能见死不救 眼下 朝盖不好私自放人 便叮嘱刘唐 等雷恒一行人离开时 就大声唤自己阿舅 到时 他自有妙计救人 这妙计 其实就是演绎出戏 雷恒等人吃饱喝足 准备离开 朝天王对雷恒解释道 被绑的是自己的外甥 早年去了南京 所以有段时间没见面 听说现在不太成器 没想到竟然做了贼 但外甥坚持说 自己不是贼 他自行是来探望阿舅的 只是路上多喝了几杯 便想待在林冠庙里 行行酒 再来见阿舅 结果却被雷独头绑了起来 这么说雷恒能信吗 朝盖必须演戏演到底 于是 他又抄袭家伙 假装要打这个 不成器还嘴硬的外甥 这时 雷恒终于开口阻拦了 他相信朝盖的外甥没说谎 是自己绑错了人 放了便室 刘腾没有朝盖这么高的觉悟 只觉得自己被人绑了 却得不到一句道歉 还要倒贴银子 着实是比亏本买卖 于是一转眼 他便扛着大刀 拦住了雷恒的去路 但雷恒也不是好惹 一言不合 两人就挡得起来 一来一往 刺缝翻身 一撞一冲 如鹰感翅 幸好啊 朝盖及时赶到 才制止了这场争动 他向雷恒到了线 还说要管教管教 这不听话的外甥 往哪跑 于是 刘腾在前面跑 朝盖在后面追 两人就这样甩开雷恒 跑回了朝盖家 结束了这出闹剧 原住里 刘腾确实因为银子 和雷恒发生了冲突 两人打了五十几个回合 都没有分出胜负 但最终教廷打斗的 并不是朝盖 而是智多心无用 这也是无用 在原住中的第一次出场 他与朝盖自由结交 一眼就看出 刘腾不是朝盖的心外神 但因为他发现 雷恒的使力不如刘腾 再多几个回合 雷恐有性命之忧 出于好心 这才出来阻止 有意思的是 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无用是个智力较高的魔法师 但作为水谷中的英雄 他的力量也异于常人 所以原住中 他是手持一种武器 铜链 暂时隔开了雷恒和刘腾 在和他们讲道理 就像这样 只不过 这两人都有些暴脾气 差点又打起来了 最后是朝盖及时赶来 才彻底解决了这件事 刘腾终于说出 他来找朝盖的真正目的 原来 他竟打起了十万贯生辰钢的主意 他觉得 反正这是一批不义之财 而且去年就有人结了 至今也没被抓到 今年不抢白不抢 只要都找几个兄弟 在大哥朝盖的带领下 夺取这十万贯 必然如囊珠曲雾一般简单 但朝盖却下不了决心 毕竟这是当朝太师的贺礼 那也是掉脑袋杀头的事 这不是要在老虎嘴里拔牙 太碎头上动 刘腾对朝盖的懦弱很失望 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刘腾 我走了 刘腾 第二天 央水版中的吴庸第一次登场 吴庸在《水浒串》里 也是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婊子 学揪 倒好 嘉亮先生 还有个著名的绰号叫 智多心 那么 他究竟有多聪明呢 原著中 用了这样一首 林江仙来形容 万卷金书曾读过 平生技巧心灵 电视剧里则原创了一段 解决婆媳矛盾的剧情 来展现他的聪明和原话 而且 对不同人说不同话这招 他后面也经常用 原来 吴庸是来见好友朝盖的 对方正在纠结生辰纲的事 还说自己昨晚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 北斗七星直直地落在房梁上 而斗饼的一颗小星 则化作白光飞走了 不知道是吉士兄啊 吵盖奔想背些韭菜 又无用叙叙旧 但对方却提议 一起去趟石节村 找阮氏兄弟 不知道 你肯不肯去啊 这里的阮氏兄弟 是指利敌太岁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以及活炎罗阮小七 三人功夫出众 胆气过人 将来都成为了108将 不过此时 他们还只是石节村的鱼 值得一提的是 这段潮盖与无用的商议 央水版做了不少感动 援助中并不是无用主动上门 而是他调节了流淌和雷恒的矛盾后 潮盖主动把他请到了家里 并告知了生辰刚 一起北斗七星的神 好让聪明的吴学旧出个主意 无用觉得此事可行 只是少了几个帮手 于是 他就去诗迹试探了 与自己有过交际的阮氏兄弟 得知他们怀才不遇 又不包藏祸心 是可靠之人 这才把三人拉入火 不过 电视剧省略了这些过程 而是把潮盖 无用 刘唐 阮氏兄弟 安排成早有交际的好朋友 所以接下来电视剧中 七星俱异的过程 结果援助又加大出入了 二郎 二郎啊 会看谁来了 二郎啊 我知道 这大哥要来 距离 无用和潮盖很快与阮小二见了面 三人打算荡船去湖对面的酒店 找另两位阮氏兄弟吃酒 到了酒店 阮小七又告诉潮盖 五个最近自暴自弃 还迷上了赌钱 说光了钱 就偷老娘的金钗 谁也阻止不了他 潮盖不能眼睁睁看着兄弟堕落 便立马把人从赌场揪了回来 还把身上的银子全给了他 但小五并不领心 只说潮盖的救济并非长久之计 要是真有心 他就应该带兄弟们列入生路 潮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对着自己撒气的 其实 今天的会面并非一时兴起 而是无用特意安排的 他知道潮盖最重义气 看到兄弟们的穷困 一定不会无动于衷 便想借此说服他 同意截取生辰纲 弟兄们 瞅着就要倒数个富贵 可是大哥就是不敢点头 他们怎么能不急啊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 大哥潮盖自然不再推脱 兄弟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了 制作性无用 当之无愧地成了军师 他不仅为大家分析形式 制定计划 还考虑了事情败露好多退路 那就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的两山坡 反正如今朝廷坚硬当道 早已是天路人怨 四处封烟 如果有潮盖在江湖中的声望 再加上梁山坡四面环水 一手难攻的地理优势 那么在那里暗影扎寨 绝不是为一条好去路 如今万事俱备 只需等待时机 到时 生辰纲必定手到擒来 其实在百回本中 当无用觉得 结生辰纲可行时 潮盖就欣然统一了 并没有像距离这样 需要被大费周章的说服 相反 软师兄弟才是被无用拉入火的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简单补充一下 无用并没有开门见山 而是说自己如今 在一个大财主家做四处先生 主人想要十数尾 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 用来设宴 这相当于给打鱼为生的三软 介绍了一笔大买卖 然小二打算叫上 其他两位兄弟一同吃酒 再行商议 途中 无用偶然得知小五和小七 每日都在赌场输钱 小五更过分 连老母亲的发差也赔了 不过 软师兄弟在如此窘迫的条件下 仍请无用吃了牛肉和鱼 无用也不好意思白吃 并坚持给了一两银子 让他们再买一瓶酒 二十斤熟牛肉和两只鸡 晚上回到软小二家 四人可以再吃一顿 但当无用了起一开始 财主买鱼的剩事 软小七却很失落 因为往常 要十四五斤的大鱼根本不难 但现在由于梁山匪徒强占了水坡 连五六斤的鱼都几乎打不到了 官府又无所作为 只会欺负百姓 根本不敢捉梁山贼人 不过 虽然梁山断了渔民的财路 但三软对强盗逍遥快活的生活方式 却很羡慕 还说如果梁山头领不是王伦那样的小气鬼 而是像无用一样 慷慨有度量 那么他们是非常乐意落草梁山的 无用听之大喜 便趁机提到了远近闻名的朝天王 但他还是没有直接说明来意 而是问阮氏兄弟 是否愿意随自己去截取朝盖的一笔买卖 三人坚决反对 因为朝天王是仗义出财的好人 抢他的东西 势必会被江湖好汉耻笑 绝不能做 至此 无用忠于确定三软是真豪杰 这才放心地说出 要抢的不是朝盖 而是当朝太师的生辰纲 并邀三软入伙 共谋这笔富贵 晚上 众人齐聚朝盖府上商量对策 怎么回事 这时 却有个道人闯了进来 非要见朝盖一面 此人名为公孙盛 道号一清先生 在原著百汇本中 他曾做了这样一段自我介绍 自有乡中好席枪棒 学成武艺多班 人旦互为公孙盛大郎 因为学的一家道术 亦能呼风唤雨 驾雾腾云 江湖上都称平道 做入云龙 可以看出 郭思胜和一般好汉不太一样 他不仅会拳脚功夫 还会法术 在小说中 这派上了大用场 是堪称外挂一般的存在 不过 诗展法术属于超现实的内容 所以电视剧里并没有拍出 等到后面讲到时 我们会再做补充 我就是东西村的保证 哦 炒盖 有理了 郭思胜仰慕炒盖 大名已久 这次他打听到 黄泥钢是押运生辰钢的必行之路 便急忙来告知炒盖 下与他供谋着富贵 此一套富贵 可谓天赐良机 不可错过 炒盖和吴庸 见他有本事又有义气 便邀他一起入了火 这下 正好凑齐七个人 对应了炒盖的七星之梦 此外 公孙胜还举见了一个朋友 白日蜀白胜 可请他入火 固举一事 他就在黄泥钢附近 有他加入 必能成师 这个白胜 该是我梦中的那道白光了吧 嗯 至此 杰生辰钢小队终于集齐 他们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聚意仪式 朝盖做第一位 吴庸第二位 公孙胜第三位 刘唐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以此做了四五六七位 众人八九为盟 承诺共进退 同生死 战有私意 天诛地变 很快 时间就到了五月半 距离六月十五 蔡太师的生辰 只剩一月时间 负责押运生辰钢的杨志一行人 也出发了 快点 跟上跟上跟上 小说在这里有提到 杨志临出发前 梁中书曾给了他一只领状 业绩就是向官府领取钱财时出具的自具 这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了梁中书对杨志的信任 领状后面还会出现 但剧集并未提及潜因 还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此外 原住在杨志押送金银弹 无用之取生辰钢这一回中 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此时天气的炎热 为后文埋下伏笔 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段是这样的 而央水版在这一集里 也都给室外镜头加了一层热浪滚滚的效果 军士挑着沉甸甸的生辰钢不停赶路 他们还没开始抱怨 两手空空的鱼后 反而因为咸泪先吐槽了起来 说走的脚都磨出炮了 至于年纪更大的老督馆 就觉得更加难受了 眼看天气越来越热 而现在走的又是大路比较安全 于是扬之就让军士们 起舞更趁早凉便醒 日中热时便歇 夜级凌晨三点到五点天气凉爽时出发 中午太阳猛烈时就休息 但是这不符合正常的作息时间 老督馆和两位鱼后便又开始抱怨了 此时杨志还维持着耐心 只是好言相劝 说这样赶路也是无可奈何 一来怕遇到强盗 二来怕误了太师的生辰 但两位鱼后仍不罢休 还借口老督馆岁数大 非要杨志弄点软教来 杨志怒道 大家都有中午在先 要是找软教就只能你们两台 这下两位鱼后才暂时闭了嘴 走